美日方面罔顾事实,捏造渲染所谓中国太空威胁,其目的是为自身扩充太空军备,谋求优势地位制造借口,中方坚决反对这一做法。 事实上,美国近年来以冷战思维持续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,公然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,组建太空司令部,成立太空军。 大力研发部署、定向能、反卫星通信系统等进攻性太空武器,频繁举行、势力服、全球哨兵和太空旗等军事演习。 作为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国家,美国密集发射包括军事侦察卫星在内的各类卫星, 美军方还参与大量商业航天投资,采购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卫星服务,将其运用于军事用途。 同时,美方长期消极抵制太空军控进程,以技术性问题全面否定中俄提出的防止在太空放置武器, 对太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,甚至独家阻挡联合国,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政府专家组通过报告,导致国际社会相关努力停滞不前。 日方也在加速太空军事建设进程,组建太空作战部队, 上述举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, 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负面影响,有关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。